历史分析方法 这是西方政治思想史最基本的一种分析方法 这种分析方法的基础 就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一句话 叫历史从哪里开始 逻辑就从哪里开始 西方政治思想史 它是历史还是政治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有的人从历史的角度去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 有的人从政治的角度去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 但实际上最后还是要把它放在政治事业里面 去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 比如说我们国内有两大派别 南开大学的刘泽华教授 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 这是在我们中国最有建树的 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位大学者 现在已经退休了 他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 实际上就是从历史的角度去研究的这种方法 他有大量的考据 大量的史实 大量的史实 去分析政治思想 大家可以读一下刘泽华先生一套书 刘泽华先生一套书 最早是三卷本 后来又扩充 你看他非常明显 非常明显 他跟政治学的人研究政治思想史 就不太一样 从历史的角度 他就会史料比较多 你看那个书写出去比较厚 比较厚 从历史的角度去研究政治思想史 这是一类派别 还有一类 就是从政治学的角度 去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 以徐大腾先生为代表 就是从政治学的角度 去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 从政治学的角度去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 他更加注重政治思想史的逻辑意义 从历史的角度去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 他就更加注重政治思想史的历史意义 那这两大派 这两大派实际上是可以合而为一的 如果没有历史的史实 作为基础 你的逻辑就站不住脚 如果只有历史的史实 没有逻辑 你也很难说是政治思想史 所以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方法 立场观点和态度去分析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应该注重就是历史从哪里开始 逻辑从哪里开始 第一 问题要有历史范围 列宁曾经说过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 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 当你分析问题的时候 你要去分析这个问题所在的历史背景 你比如说 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 你要从历史的角度去分析 法国大革命 它是历史上发生的一件事情 它是历史上存在的一个问题 那你要结合当时的历史来去分析法国大革命 如果你脱离了历史 你再去看待法国大革命 或者再去看待英国资产纪革命 或者再去看待其他的一些问题 或者其他的一些事件的话 你就会发现 越来越迷糊 越来越迷糊 也就是说 历史的范围是解决问题 分析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 第二 对历史人物如何进行评价 对历史人物如何进行评价 我们这节课 还讲到大量的政治思想家 大量的政治思想家 这些人物怎么去评价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 怎么去评价呢 怎么去评价呢 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标准 就是习近平同志 在517讲话里面明确地指出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 应该放在其所处的时代 和社会的历史背景下去分析 就是你必须要把历史人物 放在他所处的时代 和社会历史背景当中去分析 你不能把关公和秦琼放在一起 演出一出关公但秦琼的闹剧 对不对 当你去分析这些历史人物的时候 你要跟他的历史背景 联系在一起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李瑞环有一本书 李瑞环有一本书 叫学哲学 用哲学 李瑞环还是很注重哲学的 李瑞环有一句话非常有意思 他说历史的人要做历史的事 历史的人要做历史的事 如果你有历史眼光 大家可能在座都是90后 对吧 90后 90后 00后 80后 我们有60后 70后 80后 90后 现在有00后 马上10后都出来了 不同的时代的人 因为我们这个改革的进程非常快 中国社会发展变化非常快 观念的更新也非常快 不同层次的人 不同年龄段的人 互相之间有的时候 就会出现不理解 你比如说60后的人觉得70后不好 70后的人觉得80后 不知道奋斗 80后觉得90后 太自由散漫 等等等等这些情况 你如果有这样一个分析 他不是历史眼光 不是历史眼光 如果你是学物理的 你现在在把亚里士多多的 当年讲的一些物理方面的思想 拿过来 亚里士多多这个思想 怎么这么烂呢 那么重要的理论 他一天也不知道 你看我比亚里士多多强 这个时候就有问题了 这个时候就有问题了 亚里士多多怎么能这么差呢 还能说奴隶 是会说话的工具 他跟我怎么比呢 以后这个西方政治思想史教材 不要写压里士多多的政治思想 写我的思想 你就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 你没有把历史人物 放到历史当中去评价 你没有把历史人物 放到历史当中去评价 你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霍布斯 大名鼎鼎的霍布斯 非常有意思 他也是在数学 物理 几何 各个方面 他都很有建筑的一个人 他曾经兴高采烈跟着朋友讲 他说我终于找到了 化缘为方的办法 但实际上最后是不可能的 在当时是不可能的 当时的人很多东西是突破不了的 你比如说 我们去理解霍布斯 如何把自我保存 看得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 他在社会系列当中 他说我可以交出所有的权利 但自我保存这种权利 我的自己生命最重要的 为什么呢 你可以从历史的背景去分析他 霍布斯这个人 霍布斯这个人 出生就胆不胆 但是又经历了几次 比较重要的变故 比较重要的变故 你比如说他出生的时候 他母亲怀了他的时候 这个无敌剑队入侵了英国 结果他这个整个英国上 因为和当时的无敌剑队非常强大 大家以为一定会把英国给干掉 结果英国上下 举国上下 都出了一片恐惧之中 他母亲 一害怕 一着急 早产 早产 所以说当时霍布斯在自己自传里讲 他说 我出生的时候 不是一个人 我还有一个双胞胎兄弟 他的名字叫 恐惧 恐惧 恐惧一直伴随了霍布斯一生 后来啊 他因为在自产积极革命 英国自产积极革命 整个的发展过程当中 每一步 每一步 他都会 他都会跟他 因为他是 跟王室是有很紧密的联系的 很紧密的联系 后来每一步的时候 他都会有一些 有一些事情发生之后 他就很害怕 常常都是把自己苦心孤义 写成了书稿 因为什么事 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 他就烧掉了 烧掉了 这个是跟历史背景编写在一起的 还有一个 就是对历史著作的评价 我们如果去评价历史著作 习近平总书记 也是在517讲话里面 明确地指出 他当时列了好多著作 列了好多著作 那些著作都是西方中文思想史上著作 都是西方中文思想史上著作 他列完这些著作之后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 这些著作都是时代的产物 都是思考和研究 当时当地社会突出矛盾和问题的结果 就是说 历史著作 也是跟当时的历史背景连在一起 你比如说 政府论 比如说政府论 马特斯有句非常有名的话 他说洛克是英国光荣革命的产儿 洛克总结了英国的光荣革命 他说这个政府论 包括洛克这些思想 洛克这些思想 带有很明显的历史的痕迹 其原因就在于这 当然我们分析思想家 分析思想家的作品 分析思想家所处的历史上 发生的这些历史事件 你如果从历史的角度去分析 好多时候 你就会怀然大悟 这是第二种 历史分析法